Let's go 等下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导演挺坏的 这第四款本来你过关了是可以不落水的 现在变成鲤鱼越龙门 您过不过关都要水里剪 大家也看到了两个转盘之后 越过龙门中间的原动 就算成功就算一分 等下两队PK过关人数多的那一队 全队可以获得华帝储卫提供的电器 如果成绩最好呢 成绩最好的一个人可以得到的是 价值1600人的电器 不错不错 加油了 全身黑色的是黑鲤鱼队 这一队呢 就是因为他们其实衣服是穿杂了 所以我们叫花鲤鱼队 黑鲤鱼队是来自湖南大学 学什么专业 体育专业 体育专业 来不讲花鲤鱼队 你们来自哪里 湖南师大 为什么你看人家湖南大学的 就穿的都是黑色衣服 你们怎么就穿杂了呢 因为我们这个 因为我们是有歌姓的鲤鱼 你看哪里 你真有个性 要这样讲话 好像是鲤鱼的点 虚的要讲话 好了 那两队要加油了 那首先 黑鲤鱼队第一位 请准备 鲤鱼月龙们 越来越好 来看看 有月龙们了 加油 我们准备黑鲤鱼 好的 漂亮 哇 来 接下来是我们花鲤鱼队 鱼队 哇 好 鲤鱼月龙们 鲤鱼好运气 鲤鱼月龙 鲤鱼月龙门 哇 这样也可以啊 来 黑鲤鱼队 出发 黑鲤鱼队 加油 黑鲤鱼队 出现了第一位吃败的 那花鲤要加油了 是一只有文化的花鲤鱼 这个同学 一般我们在游戏里面都喜欢养花鲤鱼 我担心 既然还是平分 来 黑鲤 希望你们能够 都要好漂亮 不要紧张 先稳住 目前两队还是平分 恭喜 重心向远 安全导 漂亮